做一些简单的练习 这有一个作氧的装置 作氧是一个重点 然后比如说谁是错的 谁是错的 变化是反应物是谁 什么漏手要怎样 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是作氧 双氧水是反应物 然后产生的氧跟水 这个我们讲过 二氧化碼是催化剂 是反应物 在前面提示过 然后告诉你说 这个实验层的助力事项 除了台水及气革的助力事项 就是这个 记得落脑的产管要落入水中 尽量接近平底 然后为了避免气体易输 所以选项B也是对的 然后呢 这一开始的气体不要收集 就是讲台水及气革的助力事项 之后讲过 一开始的气体是空气 不要收集 所以诸如此对 所以错误的答案就是C 这个我们在机车的时候考过 问说他能够用海水及其法 都解释什么性质 因为难容于水 所以答案是选C的 结束了 很简单 小西装 停车战接问 来 这里有个装置 谁不错 谁不错 来 可爱大帅哥 这里有个帅哥 男叫做27 27 可爱的 波 起飞 起飞 B B 不错 刚才的选项的意思都一样 海水及气法 是要用难容于水 这个我们的机车考过 机车考过 其他的都是对的 OK 来 停车站接问 这也一样问谁错 30就是问谁错 来 可爱小女生 有吗 这个叫做13号有吗 沒有 13號 有13號 沒有13號 然後這個叫做6號 6號應該也沒有對不對 6號也不在 11號 11 誰錯 誰是錯的 B B是錯的 一個固體是放在飛行艇的底下 不是從漏口裡面倒下去 所以答案是B是錯的 6是 前面的一些簡單的小練習 OK嗎 OK 接著還有題目是 劉穩 各式各樣的燃燒 這個劉燃燒講過考試超愛考 考過很多遍 甲乙丙丁說這些事情誰說對 好 誰說對 來 他有二氧化硫產生 然後二氧化硫有信心的錯位 所以甲丘是對 然後呢 二氧化硫融與水叫雅硫酸 是酸性 酸性 那麼他 我們會來告訴他是酸語的成分 所以呢 然後呢 酸性會值分在子之一成是無色 所以呢 一定是錯的 比是對 所以綜合起來結果誰說是對的呢 就是 我們的甲比 是對 所以我們用答案就是 C 簡單 就是講了一些東西燃燒的狀況 OK 好來現在也是在燒劉本 燒劉本 誰說是錯的 一樣在燒劉本 請問誰說的是錯的 我們現在要找大帥哥是嗎 大帥哥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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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二十八嗎 沒有 沒有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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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幾例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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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C啦 他要爆C是吧 他要爆C 他上次騙人兩次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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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尾燃燒氣體是二氧化流 二氧化溶水 雅硫酸 酸性是紅色 嘴心是錯的 想要達人都是對 ok 最後 這段的最後一題叫做 燒流粉跟煤蛋 誰的C是對的 燒流粉跟煤蛋 誰的C是對的 小女生 十二 蛤 C是對的 我們說的是什麼氧化銅氧化鐵不溶於水 其他都溶於水 然後就會呈現酸性或鹼性 那一二金屬 所以溶於水是呈鹼性 濕潤成藍色 或者是瘤 溶水酸性 會紅色 所以選項數都是錯的 二氧化流是氣體 而是氧化美食固體 所以B是錯的 每代燃燒才有白色強光 所以呢 A也是錯的 就這樣子 這是我們有 這個題目是有關於一些東西燃燒的狀況 跟各位簡單的問一些問題 ok嗎 ok OK OK